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住了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 希望你记住了 今天我们仍然是要接着谈谈圣经预言的第五讲的内容 题目是敌基督 今天是讲第二部分 上次讲了敌基督的第一部分了 上一讲一开始 我们就看了敌基督这个词的含义 我们说到敌这个字是有两个含义的 两者都有时候是兼用的 那首先呢 敌意味着反对 其次它的意思就是要取代 那可见敌基督的活动是有两个阶段呢 第一反对真基督 把它挪到一边去 那么第二呢 以假基督取而代之 我们特别看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八节当中 约翰说到这个末后的日子之间的关系 他说啊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 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 那此外我们也从圣经上看得有三种形式的敌基督 有众数的敌基督 单数的敌基督和敌基督者的灵 敌基督者的灵 接着每一个敌基督的活动 从约伯那个时代直到今天 历史上有过许多的敌基督啊 但有一位被称为纳敌基督的 他还没有在我们人类历史的舞台上显露过 他将是敌基督的灵的最后彰显 那在上一次我们还提到敌基督者的灵 有几个标记 首先他开始是与神的子民联系在一起的 是从基督徒当中出去的 那这就意味着 那个敌基督会从声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兴起哦 敌基督的灵的另外一个标记就是 他不认三位一体神当中赋予子的关系 任何不承认圣经所说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实的 那就是敌基督的灵 上次我们还说到了 新月当中有许多段的经文呢 都特别教导有关敌基督的事 我们说啊 我们要简单的看两段这样的经文 结果我们看到第一段 那就是帖撒诺利加后书的第二章 也开始看了一些第二段的内容 那就是启示录的十三章 在帖撒诺利加后书那儿 教导我们几件有关敌基督的事咯 第一敌基督的彰显 必须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发生的 第二呢 那是在离道返教的事情发生之后 离道返教是故意的转离起出来的 宗教的真理 保罗教导说啊 敌基督只有在教会中出现 离道返教的事之后 才会显现 因为教会是撒旦活动的属灵的障碍啊 所以撒旦必须暗中破坏教会 然后才能够实现他罪恶的目的 三 帖撒罗里加后书进一步告诉了我们 那敌基督还会在犹太人重建的圣殿里头入座 这件事啊 已经很近了 四 保罗还说啊 那阻碍敌基督的是圣灵 只有当圣灵以某种方式被撤走了 否则的话 敌基督是不能够完全彰显的 五 好信息是真基督会对付这个敌基督的 因为敌基督的来临会有许多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印证啊 很容易使人受骗上当 但是虚假的始终是站不住的 最后得胜的是真理的灵 是真基督 到那时主耶稣基督会驾云而来啊 六 最后铁撒努力家后书告诉了我们 保护的方式只有一个 那就是领受爱上真理的心 那上次我们看了启示录是三章启示的有关敌基督的事咯 首先 约翰把它比作是兽 原文是野兽 它不只是有一个头啊 形状像豹 也就是像豹子了啊 表示他死不改毁 豹是不能够改变他的本性的 启示录还说啊 他从撒旦那里得来超自然的能力 他还经历了一种类似死和复活的经历 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啊 他会说服众人 那人死过又复活了 启示录还说啊 那兽又拜那龙 因为那龙啊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寿 好 上一讲最后呢 我们说 这正是撒旦一直以来所寻找的 他曾经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当中 以同样的方式诱惑过真基督 这正说明了真假基督的不同之处了 撒旦已经花了几个世纪在寻找他可以 加以能力控制全人类 使全人的敬拜他的那么一个人 他是寻找那么一个人 魔鬼的最初的声称啊 是与神平等啊 当他这么说的时候 他被从天上扔了下来 从此不能再公开做这样的声称了 但是他仍然还有一种方式来断言与神平等的 因为有一件只有归于神的事 是不能加在别人头上的 那就是敬拜 我们只能敬拜我们的主 如果魔鬼能够得到人的敬拜的话 他就可以有效的说 哎你瞧你们瞧啊 我跟神平等了 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十节经文说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真正的基督拒绝了撒旦这个提议 他不会为了世界的势力 而跟撒旦讨价还价的 假基督就会因此成交了 那就是不同之处了嘛 在启示录的十三章第四节经文说 又拜那龙 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寿 也拜寿说 谁能比这寿 谁能与他交战呢 那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五节说到了 又赐给他夸大泄毒化的口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可以任意而行 四十二个月 哎呀 这很重要啊 是神给那种权柄的 那可见呢 我们要面临一种局势 神会允许某一个邪恶的统治者 施展他的权柄 达三年半之久啊 也就是四十二个月 可能到那个时候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呢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应当记住 那是神的作为 那正是为什么圣经把这件事说得那么清楚明白的原因呢 我们很惊讶的会说 神啊 为什么能允许这个邪恶的人统治万国 迫害真的信徒呢 神不需要回答你 但是他说啊 这种事会发生 当它发生的时候 你最好知道我是允许他发生的那一位啊 你一定会很惊讶吧 那我不知道 听众朋友当中 有些人也许 从来没有这么想过的 我们许多人正在经历一些事啊 而这些事是为了要预备我们的 我们在学习 我们不能支配神 我们都知道医治的真理 但是 我们不一定总是得医治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神不总是给出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的 神做事不需要解释 有些事 神是根本不解释的 基督徒生命成功的一个关键 就是在于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 神以他的方式 他的时候 做他想要做的事 没有必要征得任何人的同意 连你也是包裹在里头的 好了 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十三章 第六节经文说 受救开口向神 说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 并他的账目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那你注意 那是公开亵渎真神 启示录的十三章 第七节又说了 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 并且得胜 也把权柄赐给他 制服各族 各民 各方各国 哎呀 吸收一下这句话吧 我们要注意了 这是神 容许他与真信徒交战的 并且是得胜了 这是暂时的得胜啊 保证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 十九节那说 我们若靠基督 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你注意啊 这也许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之一了 我们的指望不是固定在今世的 而是跨越了时间空间到永恒里去的 不是一切都在今世摆平的 当今一些极端的教派运动啊 有一个弱点 那他们提议 你现在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了 而且是有余生的兴旺 就以约伯纪为例吧 在一切发生之后 你知道神向约伯显现了 那有趣的就是啊 约伯在见到神之后啊 不再有什么问题了 他不需要对每一点 每个细节都想得到答案 他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只遇见神就已经足够了 然后主实际上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约伯议论我的事对了 但你的三个朋友议论我的事不对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 约伯的三个朋友 以利法 比勒达 索法的话 那他们所传讲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仔细的看一看他们说的话 那答案是兴旺的福音 一切都会好的 你永远不会生病 总会有足够的钱呢 在某种程度时候 这都是对的啊 但是神说啊 他们议论我的不对 约伯来了 说了一大堆对神很不理解的苦毒的话 神却说他议论是对的 啊 试想想看啊 我在这里专门提出来 是让你不至于失望啊 而留有余地 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主啊 你应该把你生命的主权 完全的交托给神 那我们要培养敬畏神的心 神所想要对付的 那就是说 我们那个不肯放弃自己主权的那种骄傲 啊 他需要我们敬重他 乐意的承认 知道他的作为 他从来不犯错误的 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是对的 那么你相不相信呢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不论人怎么样的对待你 不论事情多么的糟糕 神期待的是忍耐和忠信啊 我从前就说过了 学会忍耐的方式 那就是忍耐 神让听众当中许多人走过许多很艰难的路 那是你不明白的 你不喜欢经受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要幸存的话 你就必须要学会忍耐 对不对 他要我们许多人经受 比现在所经受的更多的忍耐 在这个情况底下 你能够同样的赞美神吗 这不是叫你失望啊 而是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实 我并不想你失望 灰心 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一节经文说 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 有两脚如同羊羔 说话好像龙 地代表什么 代表宗教 这里有一个宗教人物 那记住 宗教是人类最有利的势力 最有利的势力 比无神论或者是物质主义 要更有利啊 因此如果撒旦要俘虏人类的话 他必须叫一个信教的人去做了 如果敌基督要长全权 他必须利用宗教做手段的 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一节那说 那兽有两个脚如同羔羊 说话好像龙 他自称是羔羊 但其实啊 他是龙 他自称跟随耶稣 但他却是没有耶稣的灵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启示录十三章 十三到十四节的上半段经文说 又行大骑士 甚至在人面前 叫火从天降在地上 他因赐给他权柄 在寿面前能行骑士 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 哎呀 我们看到了吧 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我们受迷惑了 因为神迹歧视而受迷惑呀 不是所有的神迹歧视 都能够印证神话语的真理的 有些神迹行出来是为了印证谎言的 神允许那些邪恶的人行神迹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启示录十三章十四节 下半段到十五节经文说 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 做个像 又有权柄赐给他 叫兽像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败兽像的人 都被杀害 这也许是在超自然领域里的事吧 一个像啊 一个会说话的像 也就是会说话的图像 那么在现代这个科技来说啊 许多电子设备啊 就完全已经做到了 那不过这会是更高的层次的 但任何不败那受相的只有一个命运 那就是被杀 好 我们再看一段人人都感兴趣的经文 那就是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六节 经文说 他又叫众人 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 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 在现今这个体制底下 我想许多人呢 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呢 你必须有三样东西 才能够生存的 哪三样呢 印记 寿命 或者寿命的数目 没有他呢 人就很难做买卖了 那必然被从这个事故当中啊 排挤出去的 那寿命数目 是许多人感兴趣的 在启示录的十三章十八节经文说了 在这里有智慧 凡有聪明的 可以计算寿的数目 因为这是人的数目 他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 犹太人的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数目的 希腊社会也是一样的 因为希伯来和希腊文字的字母啊 都有数字价值的 那前十个字母是一到十 那以后呢 就是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 那再往后呢 那就是上百了 一百二百三百四百 根据有多少个字母 数目就可以有多高 希伯来字母啊 只到四百 希腊字母呢 就更高一些了 希腊文的耶稣这个名啊 总数是八百八十八 那记住 这个假基督的名字的数目啊 加起来是六百六十六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启示录的十七章 十二到十三节 那记住 那兽有十个角 经文说 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 他们还没有得国 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德权柄 与王一样 他们同心合意 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纳授 好了 我们再回头看看旧约的但一礼书吧 因为启示录大部分呢 是基于但一礼书的 如果你不理解但一礼书的话 那么你对启示录的理解 也会受到限制了 那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但一礼书的第二章 尼布加里萨做了一个梦 当他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却忘记他所做的梦是什么了 作为一个独裁者呀 于是他就照了这所有的术士啊 把那些用法术的 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的都照来 他就说了 告诉我所做的是什么梦 以及梦的解释 那些术士们就说了 哎呀主啊 那是不合理的 请将你做的个梦告诉我们吧 我们才能给你做解释啊 他就说了 不 我想叫你们将梦和梦的解释告诉我 如果你们不将梦告诉我的话 你们都要被灭绝 于是他们就派出 崭型的开始执行王的命令了 他们来到但以理那儿 但以理就说了 为什么这么急呢 给我一点时间吧 我会告诉王 他做的是什么梦 以及梦的解释啊 于是他向神就祷告了 主在夜间异象当中 向但以理显现 他所祷告的事 那这是但以理对王所说的话 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 经文这么记载说 王啊 你梦见一个大象 这象甚高 极其光耀 站在你面前 形状甚是可怕 这象的头是金金的 胸膛和膀臂是银的 肚腹和腰是铜的 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 你观看 见有一块非人凿出来的石头 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 把脚砸碎 于是金银铜铁泥 都一同砸得粉碎 诚如夏天河场上的康笔 被风吹散 无处可寻 打碎这象的石头 变成一座大山 充满天下 好了 那正是对耶稣和他的国 建立的比喻性的描述了 但他来临的时候呢 那非人凿出来的石头 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打在那象的脚上 结果 整个象被砸得粉碎 就像康笔一样的被风吹散了 无处可寻了 那是神对那些不见于神的权柄之上的外邦势力的评估 首先这是一个像 一个图像 不是真实的 那第二呢 这是在梦中 是梦中 也不是真实的 第三 做梦的人 连所做的那个梦都记不起来了 第四 次序是从头往下到脚 后者总是比前者的金属价值更小一点 从金到银到铜到铁 最后竟然是你 那正是神对外邦列国和他们的历史的评估啊 我们听到一大堆进化论 毫无疑问啊 这个理论适用于某些事物上 但是人们却忽略了 也有退化论这个事实哦 有退化论这个事实哦 这政绩形象又清楚地描绘了人类的退化 其战时的势力总是往下往后倒退的 越来越没有价值 最终啊就化为乌有 那我说的是这种退化 让我们思考一下那象的每一部分的含义吧 头啊已经有所解释了 那就是尼布加利萨为代表的巴比伦了 中东历史上那继续巴比伦的君王是马代 波斯帝国 那就是银兄堂和榜币咯 榜币是成双成对的 说明呢这个帝国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是马代 二是波斯 那么再接着下来的帝国就是希腊了 由亚里山大帝王建立起来 他就是铜的杜夫和腰 杜夫和腰就代表升职部位咯 这四大帝国之中啊 属灵上啊有再生能力的是希腊 希腊是民主的发源地哦 人文主义等等的发源地 所有西方哲学的发源地 也是相对论的发源地 西方世界文化大部分都受希腊文化影响的 那这只是立正了神话语是多么的谨慎 或者说多么的严谨吧 弃绝古典文学的影响 对基督徒的复兴这是很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看看铁的腿 第四个帝国那就是罗马帝国了 这正如绑壁成双成对一样的 脚也是成双的 这就像我们预告他会分裂 果然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是一个 但是第四世纪的时候啊 就分裂成为两个 西帝国和东帝国 那是在康斯坦丁的时代 西帝国的首都是罗马 东帝国的首都是康斯坦丁部 那这就是两条腿了 好了 我们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今天的探讨 我们看到了敌基督的一些象征 一些特征 特别是我们通过在圣经里面的经文 给我们启示 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这个世代 已经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末世的时候了 我们特别要警惕 我特别想提醒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国 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来信告诉我 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出现了一些异端极端 甚至有一些邪教 在不断的清晰我们的教会 从我们教会当中 掳掠了我们的信徒 甚至一些传道人 也被掳掠去了 这就是当今一些异端的厉害呀 我们看见异端是大有能力了 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了异端 不要轻忽了异端的能力 否则的话 我们更容易上当受骗的 我们要谨慎 要小心 我们唯一能够抵挡异端 抵挡魔鬼迷惑的方法 或者力量 就是神的话语 所以我一再地鼓励弟兄姊妹 学习神的话语 用神的话语装备我们 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头 唯有神的话语装备我们 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 能够辨别异端的迷惑 和邪教的一些迷惑 我希望弟兄姊妹 千万千万不要大意 要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 多多的研读神的话语 好了 最后再次提醒你 如果你想得到圣经自修课程 这本小册子的话 千万别客气 赶快来信 向我夜光明索取 好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